金髮姑娘和三隻熊 金髮姑娘和三隻熊 金髮姑娘開開心心地摘花給她媽媽 她走得越來越近的森林 金髮姑娘快點停 回家了 你一個人跑去森林 實在很危險的 她找到一間有一個很漂亮花園的村屋 金髮姑娘說 我要摘一些花 看看裡面有沒有人住 金髮姑娘快點停 你再敲一次門 門後面可能有一些很可惡的東西走出來 她在叫 喂喂喂有沒有人啊 但是沒有人應她 在椅子上放了三隻碗 一隻大 一隻中 一隻小 一隻小 金髮姑娘就說 哎呀 麥片呀 我好餓呀 不要呀 金髮姑娘 不要急呀 可能會變得很可怕的 金髮姑娘 金髮姑娘在大碗裡面吃了一大匙 然後就說 哎呀 那些麥片太熱了 然後她又去試一下中碗裡面的麥片 哎呀 太冷了呀 但是 她再去試一下小碗的麥片 就覺得 剛剛好 於是 金髮姑娘 就把它全部吃光了 吃飽了之後 金髮姑娘就走到另一個房間裡 等一等 金髮姑娘 你不能夠到處走的 你不能夠到處偷看別人家的 溫暖的壁爐點著了 壁爐前面有三張椅 一張大 一張中 和一張小椅 金髮姑娘爬到大椅裡 哎呀 這張椅實在太硬了 接著 她又爬到中椅裡 這張椅實在太遠了 但是 她爬到小椅裡的時候 她就覺得很適合 剛剛好 於是 她就向後面這樣捱 突然 劈啪 哎呀 將椅子的腳斷了 而她也跌到地上 她就說 哎呀 這張椅子真是笨 哎呀 金髮姑娘 你怎麼搞的 快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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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髮姑娘覺得很累 於是她又走到樓上 她見到睡房裡 上面有三張床 一張大 一張中 和一張小 她爬到大床上 但是這張床實在凹凸不平 然後她又爬到中床 這張床彈力又實在太大了 於是她走到最小的床 那裡 嗯 這床剛剛好 很快她就睡著了 起床吧 金髮姑娘 增開你們眼睛看下 你可能會有很大的驚訝 就在這個時候 三隻熊 回到家了 熊爸爸不小心 然後踢到花籃 掉了在那裡 但是她看到 那張桌子 熊爸爸就說 嗯 有人吃了我的麥片 熊媽媽跟著也說 哎呀 誰吃了我的麥片 小的熊仔說 哎呀 誰吃了我的麥片 還吃了 三隻很餓的熊 變得有點緊張 但是 一個彩花的怪物 都不會太可怕的 他們三個手拉著手 走入客廳 熊爸爸很粗魯地說 有人坐過我的椅子 熊媽媽也回答說 哎呀 有人坐過我的椅子 小熊很小聲地說 哎呀 有人坐過我的椅子 你看看 他們還坐壞了我的椅子 小熊哭起來 他們現在很擔心 就可以靜靜靜靜走去 樓梯上看看睡房 那三隻熊有點憂慮 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可能一隻 很凶惡 又會被弄壞椅子的怪物在這裡 熊媽媽用粗魯的聲音又再說 有人睡過我的床 熊媽媽也說有人睡過我的床 小熊一邊哭著一邊在喊 有人睡過我的床 熊媽媽的聲音弄醒了金髮姑娘 金髮姑娘大聲尖叫 而那三隻熊也漸漸不太害怕 金髮姑娘很快跳下床 而且跑到樓梯 拿著胸的花籃馬上逃跑 金髮姑娘你真是頑皮了 你要知道這些熊雖然嚇了你一頓 但是那三隻熊其實他們都很害怕的 你會不會離開 我會不會離開 快點兒 你會不會離開